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的复合材料 不像是明航机 有铝合金或者是钛合金的外观 而且物体上有手写的简体字 所以疑似测试用的飞弹 留下的弹壳 经由海上漂流到台湾 好吧 经由海上漂流到台湾 有点恐怖 然后运安会也发现 这件不明物体也没有一般民航机该有的生产序号 所以它就排除是民航机或者是生物机的残骸 我看那个照片 它那个2.4公尺的不明金属追装物 其实还蛮大 2.4公尺 我们的手臂张开来的话 差不多是不到我们的身高 但差不多我们的身高 我得才159公分 所以说240公分 这看起来蛮大的 不知道是从哪里这样子飘过来的 飞弹 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 这个既然飘到台湾外海这边来的话 我们的军事单位会不会很兴奋呢 可以研究一下它的那个材质啊 各方面的 感觉起来也有点紧张 要研判一下是在哪里举行的演习 假设真的是这个飞弹的话 又简体字 假设真的是飞弹的话 到底是在哪里 哪里举行的 然后洋流是怎么流动的 我觉得这都很重要 这非常的重要 好 另外呢 再来谈一个 昨天呢 苹果日报的独家 然后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没有看到这个更新的这个进展 那我们今天呢 既然是周五嘛 我们要谈这个艺文活动 那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啊 这个苹果日报昨天的这个独家呢 就是两位啊 这个绿营的文宣大将啊 就是中华文化总会的正副秘书长 林景昌和李后庆 他们呢 在幕后呢 主导这个帮推和这两家公司 帮推和投石这两家公司 呃 四年来标到政府的标案 有八千多万啊 涉嫌自肥 大家仔细去看那个 我觉得这个苹果日报在这个调查报导上面呢 做的呢 真的非常的好啊 呃 会员用付费的这个方式之后呢 的确啊 这个呃 愿意付费去读 去读这个网络媒体啊 去读这个电子媒体的 不管怎么样 就愿意付费的 呃民众呢 在台湾是不多的啊 那所以呃 再加上呢 呃 现在呢 只没面对到的环境 本来就很恶劣啊 所以苹果现在呢 问题 挺大的啊 呃 我之前的时候呢 对于说我个人要不要成为这个苹果的会员 我有多所犹豫啊 我有自己 我有自己的 观点啦 呃 主要就是因为说 呃 苹果 是因为苹果进来了台湾的这个媒体市场 所以把这种八卦啊 爆料啊 这种小报文化呢 带进这个 带进了这个台湾啊 呃 那当然台湾的媒体也很不争气了啊 在这个面对 强敌来袭的时候 那时候苹果日报来袭的时候 呃 也显得 很没有这个招架之力啊 那后来的当然就是牵涉到整个媒体的环境 在这个新媒体 然后网络媒体的下面 冲击到都很大啊 那现在 呃 台湾的就是如果纯粹就纸媒来讲的话啊 四家的这个纸媒 就主要的啊 这个四家的媒体 自由时报 中国时报 联合报 和这个苹果日报 你要靠这个纸媒 的发行 早就已经很难去靠这个纸媒的发行 来去 来去生活了啊 来去存活了 大家都要 都要想尽各种的方法啊 好 那好 回回过头来 就是说我当时对于 要不要成为这个苹果的会员呢 哈哈哈哈 应该要应该要这个支持 要支持这认真做新闻的这个媒体呢 继继续存活下去啊 从这个苹果日报的昨天的这个调查报道 你可以看得到啊 林景昌他很清楚啊 他就是在这个陈水扁的时代啊 从台北市政府时代到这个陈水扁担任的总统时代啊 他一直是很重要的啊 在文宣啊 文化概念上的这个操盘手啊 然后呢 他去担任 你觉得 你觉得 你觉得这种很讽刺 这个民进党呢 是哪一天 有任何的一刻 这么的崇洋中华文化吗 但是呢 等到他们当家的时候呢 他们该有的位子呢 一个呢 都 都不会放的啊 所以呢 林景昌呢 就去当了中华文化总会的 这个秘书长啊 而且那个是一个 有钱的单位 那个单位的钱呢 挺多的 有很多的这个出资人啊 然后捐钱在这个单位里面 那不仅是这样啊 他们呢 也因为他们的这个背景呢 所以他们帮助了两家这个公关公司 帮推和投食 所以政府呢 从上到下 不管是 总统府什么就职典礼的 你们去看那个戏目啊 蔡英文的视觉设计 然后呢 县市政府的啊 都 他们都包案啊 但他们都有案子可以拿 而且呢 而且呢 就是 呃 只要是 在这个公关圈里面都知道 在绿营当家的时候呢 你没有关系 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不是绿营的人的话 你一个案子都标不到 就真的是一个案子都不要标不到 然后呢 他们就非常的这个呃 非常的巧妙的 就会去走那个政府的标案的 政府标案的呃 规定嘛 就限制性招标 然后多少标以下呢 他就不用公开招标等等之类的啊 就是一整个积少成多啊 在这个林领昌跟这个李后庆啊 他们去帮忙这个幕后去呃 帮助这个帮推和投石两家公司 拿到林领总统的这件案子里面啊 你说他帮这个苏贞昌 这个呃 竞选的时候辅选啦 那竞选的时候设计哪些部分 帮哪些这个候选人呢 是呃 民营党的候选人 在选举的时候做哪些东西 这个我不在乎啊 因为那就是候选人的钱 只要这个候选人呢 不在不 不在中间的过程之中呢 乾坤大挪移 就说拿公款的钱 去弄到这个竞选总部 假设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这是你这是你政党的 这是你政治人物 自己这个花钱 嗯 我觉得那个 只要没有被逮到必爱的话 那个是你的自由啊 而且你们有本事 你们的成绩做得很好 好 所以呢 你们不要到岸 但是 政府部门 从中央部会 从总统府到中央部会 到各个的地方的这些的政府 你们拿的钱是纳税人的钱 凭什么 凭什么这两家公司 这么的英明神武 好 所有的案子 大包小包 全台湾没别的 没别的创意公司了吗 只有你们这两家吗 民进党啊 真的是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 就是那个吃相啊 这已经不是用难看来形容了 而是他们呢 就是吃到饱 吃到满 好 从陈水扁在担任这个台北市长的时候 其实就是如此啊 透过各种基金会 透过各种一包两包三包的这个外围单位 好 然后呢 该赚的能赚的 因为你只有透过这些的白手套 他那是透过白手套 企业界才能够捐款吗 你这个企业界大剌剌的 这个这样捐给你 多难看啊 哎 就没想到 他们那时候呢 就透过很多这种的方式呢 要了很多的钱 好 然后呢 就没想到 我刚刚讲说什么 企业界大啦啦的 这个直接捐钱给你 多难看啊 这个也不会 好 就没想到这个陈水扁呢 在拿下了这个政权之后呢 企业界呢 就是LV的皮箱 装着这样子 一箱一箱的这个钱 或者地图包的那种皮箱 一箱一箱的钱 就进到官邸里面去 然后呢 蔡英文上来之后呢 我们有没有切实的抓到 我们有没有切切实实的抓到 在这个蔡英文政府里面的 哪一些 确实的这个弊案 有没有像陈水扁当时的规模 这么大的 没有 是真的没有 是真的没有 可是所有的这个位置 所有的位置都是民进党各派系 所有的人 大家这个分赃抢食 哇 一整个国家的这么多的这个资源呢 就让他们给抢走 然后他们呢 还去帮了很多很多 他们的这个友好的单位 然后你看 冒出了这个司烟案呢 也对对蔡英文 他也度过了 司烟案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嗯 他的表哥 他的表哥 在大同的经营权案的时候呢 纷纷扰扰的不断 然后现在呢 也没事 然后之前 那传闻中的什么 生计公司 什么样的背景 通通都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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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 苹果日报 做了一个这么大的 一个专题的这个报道 然后回答的都 回答的都是官室的回答 一切呢 依照 嗯 依照这个招标的程序来办理 就这样 就这样 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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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当这个 当这个民众呢 在这个1月11号啊 用这么高的这个选票 让蔡英文呢 继续连任 用这么多的席次 让民进党呢 在立法院呢 再次担任多数 接下来所预告的 就是 我们现在 在接下来的 这四年里面呢 不但呢 你就可以看到 民进党他们呢 为所欲为 然后呢 其实我们就是 同意他们 紧吃 尽量吃 好 快吃 嗯 这个呢 吃到饱吃到满 而且呢 民众呢 对他呢 一点奈何都没有 哦 国民党昨天开起的会 有什么用 也没有 也没有 然后媒体的揭露 有没有 通通都没有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国家 真的是进入到一个 很可怕的一个状 状态哦 嗯 嗯 因为呢 就他们的 这个中华文化总会 这个正副民主长 林鼎昌跟李后庆 他们去 帮他们 帮这两家公司 帮忙推啊 这个公司一个叫帮推 一个叫投石 他们拿那么多的案子来讲 有没有弊案 其实没有弊案 到目前为止 他其实没有弊案 只是他们很厉害 都能够拿到这个案子 文化 他他里面 除非你 除非你 涉及到 除非你涉及到 就是说 今天是 一个什么很大的东西 有内神通外鬼的 这种 这个状况 他才会有这个 他没有耶 他所有的这些都是 很技巧的 不管是在限制性的 这个招标过程里面 反正一家指定 然后就只有 就来标的 就只有这么些人 就标 就这些人 就这些人 就是这两家人 他就才能够 才能够标的到 他有涉及到 任何切实的弊案 没有 你只能 只能够让大家看到 就是他们在自肥 他们在赚 他们赚到的 赚得很爽 赚得很开心 而且赚得毫无顾忌